投资充电桩的成本与收益 随着电动汽车市场的不断增长 投资充电桩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投资方式 投资充电桩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和可观的投资回报 这里以二线城市长洲为例 10台120Q作为原型来介绍一下 1.投入部分 1.场地租金 10台桩需要600平方 安装充电桩以及变压器等所有设施 按照常州这边靠近市中心30元每平方每月 一个月总的租金是18000元 所以一年租金在18000元12等于21万6000 2.电压器费用 10台桩电压器价格在40万 电压器寿命在10年左右 地面硬化 铺设电缆以及水泥吨子等5000元每台 所以10台在5万元 考虑到现在很多充电桩都能防雨防雷 所以雨蓬费用没有考虑 4.充电桩设备费用 10乘5万元每台等于50万万 通过计算总成本在216000加40万加5万加50万 等于116万6000元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需要维护 这里不计算 2.收益 以长洲为例 10台桩利用率在50% 每天实际充电时间在8个小时 服务费按照0.5元每度电 一个月的收益120×8×10×50.3×30等于43200元 3.投资回收期 116万元每43200元等于26.8个月 所以预计两年可以收回成本 以上数据只是保守估计 实际的桩子利用率 以及实际每天充电时间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基本2-3年都可以收回成本 最后充电桩像跟其他产品一样是一个项目 所以不能保证一定能达到大家的预期 所以如果胆子小 获利不够的人谨慎投资 投资有风险 需要谨慎进入 实际在运营过程中 如果要增加盈利点 可以增加服务内容 比如在旁边开休闲室 洗车房 餐厅 超市等等 一次说清楚建设充电桩的投资 收益和补助 先讲一下投入 场地选址根据10根120Q直流双腔充电桩 需要20个车位和相变 确定项目预算 一土地成本 10根120Q直流充电桩的充电桩的用地面积为30米乘以10台等于300米 再加上相片及其他必要措设施 差不多800到1000米左右 现在成都周边地带满足建充电站的一块地皮带约10到30万左右 二变压器 是根120Q直流充电桩 变压器价格在20到50万部等 具体看选择一般的变压器使用寿命在10年15年左右 三充电桩 120Q直流双腔充电桩价位在4到6万 不同品牌和质量 四地面面硬化成本 土地硬化成本每平米机价90到110元 共9瓦到11万 五施工费 主要是电力设施的铺设时程2000元 每台等于2万元 还有具体的施工费用大约核算为5到8万元左右 以各城市的用工成本为准 六搭电成本 因为直流装需要的是380伏的动力电 需要电力公司专门负责 根据厂站附近是否有可搭电的端口 平均同心线300左右一米 搭电口越近成本越低 收益 七服务费 一座充电站主要是充电服务费 每度电大约0.4到0.8元 政策补贴 一充电站建设补贴 面向社会提供充换电服务器 接入市静态交通云平台的公共及专用充换电设施 给予建设和运营奖补 二设备补贴 按的直流充电桩交流和直流一体化充电桩无线充电设施 各地政策不同 从100元每千瓦到900元每千瓦不等 交流和直流补贴也不一样